头发灰白的阿嬷将布料丢进染缸里 这是在东市的客家阮阮 还有龙井竹坑的百年古井 以及台中公园的胡心亭 这些地方特色在小朋友彩笔灰洒之下 成为一幅幅充满童趣的图画创作 法西竹园 法西竹园 你们有去过吗 有 它是用什么的建筑建筑 红色砖块 红色砖块 对 这次展览的八十幅作品 题材非常多元 包括各地的风景名声 有台中的胡心亭 东海大学的陆思义教堂 大渡区的黄西书院 还有各地方的市场 还有公园都纳入在我们本次的 丰富的画作题材之中 为了让学童能对家乡有更多的认识 学会以地方人文作为主题 从台中市各地国小所投稿的作品当中 选出优秀的八十幅创作 要来巡回展出 而第一站就选在海线的大渡国小 将从即日起展出到这个月29号 我们这一次的美展是以征建的方式 来邀请小画家的作品 所以征送过来的作品并没有比赛的性质 而是做一个基础的评比之后 觉得可以入选 再加上我们在送建的时候 都有基本资料的审查 所有的小画家都是在其他的展览比赛里面 有过得奖的经历 那我们借由我们学会提供一个展览的舞台 让更多的小朋友一起来参与 由于这次的展出是采征建方式 因此并没有对作品做出名次上的排序 如此也让小朋友回归到最单纯的艺术层面 拿起画笔 没有比赛竞争的压力 用最自然的方式呈现出自己的创作 也让大家从画作里看见学童纯真的视野 记者红椒 谈中超博道